原创 周鸿伟 谭立胜 情细后坡遍布全国的山闪会馆 对山闪商人信息沟通 情感联络 经营纠纷处理 规章制定与实行都起了重大作用 是明清山闪商人的情节之所在 不仅是财富炫耀之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利益之所需 山闪商人结合后 在很多城镇建造山闪会馆 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一个地区 商业会馆建立的时间 数量及规模 也成为此地商业水 平高下的重要标准 2013年1月 谭立胜 拍摄维吉山闪会馆 位于后坡镇维吉村东部 占地面积约十五亩 经过久远的岁月洗礼 2013年被西川县人民政府 力杯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大殿门前有古博一科 县存活良好 解放前当地名留孙 文山在这里创办新式学校 历年来 此地人才被出 人结地灵 一直到1990年 维吉小学由此签出 1983年西川县立的文宝牌 谭立胜拍摄于2016年 后来维吉小学大门 大殿当时是维吉小学的办公室 维吉山闪会馆被靠永青山 东林雕水 南营白龙潭 西街千年古街 由山闪延商 布商 药商等级祖籍 山闪的维吉居护照 李 雷 杨 党等十八户共同捐资修建 会馆坐北面南 南北110米 东西91米 占地105平方米 建筑布局采用我国 特有的中轴对称式布局 沿中轴县分三院 中轴县上由南到北依次为戏楼 山闪庙楼门 拜祖殿 卷棚 大殿 前院戏楼 三间 中轴县上 东西各厢房两间 中院轴县前为山闪庙楼门 一间 后依次为拜祖台 上有石质焚香炉 高七尺 宽七尺 卷棚三间 卷棚内左右各有归托石碑一座 东间为修建始至碑 西间为捐资纪念碑至 中院轴县左右为东 西廊房各六间 中院西廊房南投向 西四丈为娘娘庙三间 供当地妇女朝拜求子 中院东西廊房北投 各有缘门通往后院 后院中轴县上为主建筑大殿 三间 每间方三丈 大殿内中宫金脸关公宿坐向 高一丈八 东宫舟舱坐向 西宫关平坐向 各高一丈八 关公向前为十至四尺方形焚香炉 大殿门内二柱东西 布局一丈四高木植花阁门 花阁门前东西分别悬挂中 古各一大殿门上木雕有八千过海头岸 后红卫兵损坏部分 大殿东西山排 山墙会有彩色壁画 大殿东西分别为药王庙 马王庙 木工采用的核爆柱梁损接技术 隔门戏雕 神像木浮雕 四面建具的鸣瓦板船 四柱台梁 山排拉住大殿斗拱损损结构 谭力胜拍摄于2013年1月 维吉山陕会馆原有古建筑群房设35间 现仅存大殿三间东西偏殿各三间 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 也充分体现了山陕 商人和维吉山陕籍居户的念祖凝聚力和高明的经商文化 整个建筑采用的工 亦代表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最高峰 砖瓦工采用的线灰 铜瓦 五级六寿 电击条石 及上奎星楼 及坡头铁链拳挂疤 鹿神仙等工艺是当时砖瓦工艺的最高规格 木工采用的核爆柱梁损接技术 阁门戏雕 神像木浮雕 四面建具的鸣瓦板船 四柱台梁 山台拉柱等技术五 亦是明清时期高等级木工工艺 石工雕刻的兽头助处 文漏条石 归托石碑 石制香炉 画前炉淋漓尽致 粗神入画 绘画工绘制的彩色壁画有古城绘 三古茅库 火烧勃忘历史故事壁画 花 鸟 虫 兽线形壁画 水漫金山寺 八仙过海等神话故事壁画 对于考究明清壁画 工艺有很深远的意义 当代当地文化名人 党清和撰写书单的东西廊房重秋碑文 体现了当地流体书 法和文言传词的《公身造译》 《铁公铸打的无缝系列》 《铜瓦川钉》 《奎兴楼碧神针》都是 当时铁匠工艺的最高水平 三古茅庐依稀可见 谭力胜拍摄于20 16年谭力胜于2016年 批为省文宝后拍摄副转载文章 后坡镇为吉山闪会 管古博发表于南洋日报 2012年11月6日 A8版 唐欣摄影报导 西川后坡镇为吉山 闪会馆有一颗古博 高约12米 直径84厘米 山闪会馆建于清乾隆14年 1749年 该古博就栽植在这个年代 据经营260多年历史 据当地80岁以上老年人回忆 山闪会馆原来种植有很多树 博树最多 但都毁于1958年的大链钢铁时代 只有这颗古博幸免遇难 后来有人曾打算对此树下手 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停止 几百年来这株古博完好生长 见证着这座会馆的历史和沧桑 山闪会馆是当地重要的名胜 原来有几重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维吉小学所在地 经过屡次拆建 目前只留下主殿三间 天殿三间以及部分杯客等 由于其内部长期监制和人为破坏 古建筑毁坏严重 当地有市知识正愁 被重修山闪会馆并逐步实施 相信不久以后一座 完好的山闪会馆会重现于世人面前 据两块碑文记载会 管经历两次大的续修和重修 维吉山闪会馆创建于清乾隆年间 乾隆58年 1793年 同心会18人参与修建 至嘉庆16年 1811年 续修五楼 门五 圆墙完工 东西廊房重修完工于 咸丰六年 1856年 从乾隆58年 1793 开始 到咸丰六年 1856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续修重修 这六十多年应当说 是后波维吉商业最繁华的时期 据民间传说 维吉山闪会馆修穷了18家 从碑文中也可以看到 工具费凡 官资寂静 且首饰诸前辈相继云王 事已有之焉 这绝对是山闪商人的意志和决心 复旭修会馆碑文 旭修会馆祭 谭力胜于2012年整理 2018年7月教队又重新整理 维吉会馆创于乾隆年间 而于公未必 非乾人念 不到此也 工具费凡 官资寂静 且首饰诸前辈相继云王 是已有之焉 未知待耳 然债不由存 既起庶人 降为茶宴 有西川人 欠债未还者已皆房亦所占当官中 每岁所得房令托于 圣号 盈放 月数十年 积数百金 有孔不克 静觉事也 御震各克 又亮丽同书 以资续功 于嘉庆十六年 而会馆有五楼乙 有门五乙 周围圆强已 顽弃牢固乙 所为数钱人之智者 于是乎 在盖长司之 莫为之前 虽美福章 莫为之后 虽圣福传 事管之社故 赖前之君子 有以畅于史 由赖后之君子 自有以告 绝成也 夫后之是金 由金之是习 金不忍前功之未成者 忠于无成 其功之即成者 后之人 听其剥落清品夫 事为继国子建太学生 陕西河阳县 陕西河阳县 马更新 牧首 静传国子建太学生 山西高平县 陈 静 牧首在书 和惠人等同乐经理五楼门五 古申国学生 马元璋 虚目 静岳家 庆 二 十 年 岁 四 以 派 众 下 上 汉 支 及报纸记载政府文件经过多方努力 2016年2月 维吉山陕会馆晋升 为河南省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后进行了恢复修缮 相信不久山陕会馆 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2018年7月底 哲与西川县史智办明主任一行在会馆考察 左起 上月红 格玉文 谭立胜 梁晓东 李化柱 明心胜 马林森 后继 山陕会馆得以保存至今 维吉陈进路等人工不可媒 本人在编辑过程中 选用了许多资料和图片 有的无法与其联系 望看到后与本人联系以表谢意